咒术回战目前是非常多人讨论的热血作品 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这部作品 我无意间发现咒术回战与许多作品相似 致敬的元素实在非常之多 就比如五条物参考火影忍者的卡卡西 与杏吉和浪克剑心的制止熊相似 东堂也非常相似更目见法 由于作者借鉴先生也提到受到不意识的影响 所以可能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尽情致敬 但如果要批评的话 也可以说是魔法 并不仅仅是多一举有模仿的疑虑 更多的来说 它在某些地方与猎人 火影忍者和悠悠白书相似 如果将全部元素都加入的话 咒术回战可以说是史上最强了 因此这次我将介绍咒术回战中可以说是模仿 也可以说是致敬的场景 参考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是一部于1999年至2014年间 连载于周刊少年Jump的漫画 累计发行量超过1.51则 咒术回战的主要角色 虎杖 佛黑 定奇 五条 在外貌和性格方面似乎有一些像 火影忍者的 名人 佐助 笑英 卡卡西 虎杖虽然身处在一个黑暗奇幻的世界 但性格非常开朗和友善 他体内素挪所激素 而名人也有九尾所激素 性格是个乐天派且勤奋的人 因此一些人提出了 对于是否受到漩涡名人角色的质戒 或模仿的质疑 佛黑基本上是冷静而寡言的 但在激动的时候会变得热情洋溢 而佐助的性格也是冷静而寡言 虽然外表不同 但仍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佛黑的能力是十种影法术 通过自己的影子来操控 被称为世神的十种生物 包括狗 兔子和蛇等 这和火影忍者的佐助的能力 人法超受细化 有一些相似之处 佐助可以从墨迹中召唤生物 而佛黑可以从影子中召唤生物 因此分为相似 佐助是代替佐助在他堕落后 加入团队的角色 这也有一些深刻的感情联系 定奇是一个口无遮拦 对自己充满自信 甚至主动接近其他的角色 她是一位直率 有点S要性格的女主角 小英有时也会自以为很可爱 言行举止时常表现出 这种自我陶醉的特质 她也有口无遮拦的一面 让人感到似曾相识 五条老师和卡卡西 在外貌上几乎一模一样 发色 发型 甚至将眼睛遮蔽的方式 都完全模仿的 五条是咒术回战中最强的角色 她的外表和初期的卡卡西 那种无敌感非常相似 五条物的设定包括六眼和老师 这些设定似乎和卡卡西的 血轮眼和老师的设定相似 因此 有一些人提出了 对于是否受到了卡卡西 角色的致敬或模仿的质疑 但眼睛的能力和老师这样的设定 在漫画中都是相对常见的 这只是巧合的可能性之一吧 模仿宇智波佑 在周术回战二三一漫画 五条物对战速挠期间 五条物跳上红绿灯上 这个画面就像宇智波佑一样 参考 回忆室 回忆室一部从2001年到2016年 在周刊《少年》上连载的漫画 总发行量已突破1.2一则 《咒术回战》的作者借鉴下下在学生时代 承认自己是Doich的大粉丝 因此《咒术回战》中也有死神的元素 补障幽人和黑旗一户受严重伤害的场景 在咒术回战中 补障幽人遭受下游截的攻击而受到严重伤害 而死神中黑旗一户在千本英的攻击下受重伤的场景 因此引起致敬与模仿的怀疑 但考虑到在漫画中 受重伤的角色倒在地上的场景相对常见 也可以认为这并不是致敬或模仿 素瓦二良和兵主部以兵卫的外貌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个名叫素瓦二良的角色 然而这个角色似乎与死神中的兵主部以兵卫相似 不仅是角色设计 如果仔细观察 你可能会发现角色的发言也参考了死神 碎峰和禅院姊妹 看到《咒术回战》中的禅院姊妹 我最初觉得他们和死神的碎峰很相似 尤其是禅院真一更像碎峰 如果把这两位姊妹混在一起 感觉就像碎峰一样 这也许是一种故意的参考 表达对原作的尊敬之情 参考猎人 猎人是一部自1998年以来 在周刊《少年》上连载的漫画 累计发行量已突破6000万寸 真人和尼菲比特纸的方式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写了真人将手指放在脸上的场景 这似乎与尼菲比特将手指放在脸上的场景相似 五条物与甘叔的台词 在《咒术回战》中 五条物说了一句乱了一下吧 这个场景似乎与甘叔台词相似 因此这台词引起了致敬和模仿的疑虑 此外 这两个场景之间存在 使用能力前和与朋友讨论的区别 虎杖幽人和小杰的攻击场景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写虎杖幽人攻击咒灵的场景 这似乎与小杰攻击甘叔的场景相似 明明和吸索能力解释场景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述了明明的能力解释场景 这似乎与吸索的能力解释场景相似 虎杖幽人和库洛洛鲁西鲁的表情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述虎杖幽人发怒的场景 似乎与库洛洛�西鲁发怒的场景相似 七海剑人和库洛洛�西鲁的姿势 在《咒术回战》漫画中 有一幕封面中描述七海剑人 把手放在脸上的场景 这似乎与库洛洛�西鲁发怒的场景相似 七海剑人和库洛洛�西鲁的姿势 在《咒术回战》漫画中 有一幕封面中描述 七海剑人把手放在脸上的场景 这似乎与库洛洛�西鲁 把手放在脸上的场景相似 这引起了致敬和模仿的疑虑 但由于漫画圈术相同都是第十一卷 因此作者可能是出于尊重 而使用了相同的姿势 三轮侠和信长哈查马的拔刀场景 在《咒术回战》中有一幕描写了三轮侠拔刀的场景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幕封面中描述 七海剑人把手放在脸上的场景 这似乎与库洛洛�西鲁 把手放在脸上的场景相似 这引起了致敬和模仿的疑虑 但由于漫画圈术相同都是第十一卷 因此作者可能是出于尊重而使用了相同的姿势 三轮侠和信长哈查马的拔刀场景 在《咒术回战》中有一幕描写了三轮侠拔刀的场景 似乎与信长哈查马拔刀的场景 似乎与信长哈查马拔刀的场景 三轮侠的能力心 因流可以创建约两米半斤的领域 并且在领域内的物体将自动受到攻击 信长哈查马拔刀的场景相似 信长哈查马是一位熟练的剑术大师 能够快速拔刀 创建半径四米的圆形领域 对进入该圆形的对象或者移动的对象 迅速施移斩击 这两人的能力都射击拔刑 并且在咒术回战中 除了简易领域外 还有一个名为领域展开的术士 进入这个领域的对象将成为自己攻击的必中目标 这是一个绝招 乘金刺和芬克斯马骨卡骨的肩膀转动方式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述乘金刺转动肩膀的场景 这似乎与芬克斯马骨卡骨转动肩膀的场景相似 束缚 制约与世约 咒术回战中有一个设定称为束缚 这是一种为了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 而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设定 实际上可以透过向敌人展示自己的能力 以交换能力的提升或者设定一定的时间限制 超过时间后能力会提升等方式实现的 这个设定完全参考了猎人中的制约与世约 而且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了一个更有趣的设定 称为天与周富 这是一种在出生时就被施加的身体束缚 而不是自己主动设定的 意味着在出生时已经被赋予某种约束 其实只有类似于制约与世约的设定已经很有趣了 但这个新的设定使咒术回战变得更加精彩 天内离子和卡纳利亚遭受攻击的场景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述天内离子被狙击的场景 这似乎与卡纳利亚被狙击的场景相似 但由于狙击的特点是无预警的被设计 因此可能出现相似的情节 模仿奇亚的招式 在咒术回战漫画231画中 五条物对战速挪期间 五条物施展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奇亚的招式 就是移动时会留下残疑 参考《浪客渐心》 《浪客渐心》是一部于1994年至1999年 在周刊《少年》上连载的漫画 其累计发行量已突破7000万部 与杏吉和智智雄真实相似 在咒术回战中 有一名与杏吉的角色 他裹着绷带外貌似乎与智智雄真实相似 因此引起了一些对于致敬或模仿的猜疑 此外与杏吉和智智雄真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邪对立 参考《幽灵白书》 《幽渐白书》是一部于1990年至1994年 连载于《周刊少年》这样的漫画 总发行量突破了5000万次 普照幽人和普犯幽主的攻击场景 这看起来就像《幽渐白书》的模仿 虽然这只是普通的攻击场面而已 在访谈中作者曾表示受到了国瑜的影响 但我觉得大约有80%是受到了复健一博的影响 也许吉英舍方面也知道 《周术回战》是在致敬复健一博的作品 毕竟太相似了 禅远山和时宇遭受攻击的场景 在《周术回战》中 禅远山被禅远珍稀斩断一半投过 这一幕似乎类似于时宇被飞银斩断的场景 参考新世纪福音战士 《新世纪福音战士》是一部于1995年至1996年播放的动画 据看来《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元素 在《周术回战》中并非抄袭 而是以致敬的方式被运用 《业额正道合定元堂的姿势》 在《周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写《业额正道交叉双手》正是前方 这个场景似乎和《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定源堂相似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个明显的致敬元素 《与性级的巨型机器人》和《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初号机 在《周术回战》中 有一幕描写着《与性级操纵着一台巨型机器人》 这个场景似乎和《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初号机相似 《周术回战》的原作者表示 这台机器人是参考初号机而创作的 因此可以理解《与性级的巨型机器人》是一种致敬 致敬伊藤润二 原本在《周术回战》的第灵卷中 发动的下游截的奥义极致翻漩涡 被认为是对伊藤润二老师作品 关于这一点《周术回战》的第十六卷中 作者承认了这一模仿并进行了修改 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展开 根据作者的说法 模仿和致敬的区别 我内心有明确的标准 但不能否认这些是建立在许多人的善意之上的 对于伊藤润二老师 他表示感谢之意 但对于明显抄袭的傅仙老师 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尽管声称有明确的标准 但实际上他大量借鉴了猎人的元素 参考任牙 扶黑肾尔和柳龙光的武器使用方式 在《周术回战》中 有场景描述扶黑肾尔挥舞恋恋的情节 而这似乎与柳龙光挥舞恋恋的情节相似 话说动作实在太小了 参考驱魔少年 夏游杰和薛里尔甲梅托 在《周术回战》中登场了夏游杰这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似乎与薛里尔甲梅托相似 夏游杰额头上的疤痕很像薛里尔甲梅托 以上就是我目前搜查到相似致敬的元素 我相信《周术回战》还有许多其他致敬的地方 寻找它们也是一种乐趣 你们还有发现那些画面是致敬的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